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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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经文上非常肯定地告诉我们 我们看花年老的主节 什么叫无腻 无腻者 罪我及你于理 故为之你 离是自信 通常我们讲信德 佛在花言经上告诉我们 一切众生 借由如来智慧德相 我们通常讲的理就是讲的德 自信里面有这个德能 这是理 自信里面本具的有智慧 我们知道自信是不生不灭的 永恶不灭的一切众生 一切众生皆有自信 不但是有情众生 我们将动物 职无也有自信 旷无也有自信 佛在教学 为了我们了解方便起见 佛把自信分作两个 在有情的称佛信 无情的众生称法信 其实法信跟佛信是一个信 那佛信特别着重在智慧 一切众生借由如来智慧 这个有情是特别着重在智慧 无情众生就着重在德相 着重在德相 那现在科学家为我们证明出来了 九十年一个基本粒子 量子科学家所讲的量子小光子 都居足了无因 就是色受相形式 色受物质 在这个显微镜里面看到了 看到它是一个有体积的东西 这个小光子里面除了有色之外 它有受相形式 换一句话说 它会看 它会听 它懂得我们的意思 我们以爱心对它 它也感到很快乐 它的反应非常美 我们以厌恶的心对它 它也会很烦恼 它表现的那个像就很丑陋 所以整个宇宙 是有集体 这个符合佛经上所说的 就如同 鲜熟过世的望经还原观上所说的 那是华严经的精华了 最精彩的部分 宇宇宙 宇宙怎么形成的 自信变现的 华严上说的 为心所行 为时所变 在心 叫见闻觉知 在时呢 叫受相形式 心是真心 时是望心 望心从哪里来的 从真心变现出来的 真心不动 如果你有因恋望动 从真心就变出一个望心 这是很自然的现象 变出一个望心 这个望心在佛学里的叫做阿赖耶 阿赖耶里面就不叫见闻觉知了 就叫受相形式 所以 自信里都永恒不变 不生不灭 迷了他就变 迷了是十遍 心没有变 这个一定要知道 怎么晓得心没变呢 静文修之没变呢 世尊在论言会上 讲得很清楚 波斯尼王 年岁最大 渐渐大了 老了 感觉到老了之后 一定要死啊 这有了恐怖的心 向释迦牟尼佛请教 波斯尼王跟释迦牟尼佛同意 波斯尼王那一年是62岁 那我们学的 释迦牟尼佛也是62岁 跟他讲这个事情 他是你身体 这是望年 虚望的 他不是真的 他会病 又生老病死 你这个里头还有个不变的东西啊 那不变的东西 他就不随你生老病死 凡是会变的 随着你有生老病死 不会变的 他就不会随着你生老病死 那不变的是什么呢 他就讲自信 自信在哪里呢 在语言叫见信 那不是言识 言识是迷了之后就变成言识 不迷的时候 他叫见信 在尔叫文信 在鼻舌 身叫觉信 在义呢 叫知信 见文就知 这是信德了 见文就知里面 不但没有分别 没有执着 连起心动念都没有 但是 如果有感 他会有印 你像这个 像华言所说的 妙觉味的 妙觉味的 究竟圆满的福口 他不住在 世报图里头 诸佛如来的世报状元图 是哪些人住呢 华言经 初诸佛萨 到等就 诸暴徒 那个暴徒 是新鲜的 他们有识 为什么呢 诸暴徒的人 都已经转八十成四肢了 也就是说 新鲜没有识变 因此 他那个识戒 叫一真法戒 寿命很长 你看 从 初诸到等诀 这四十亿个位词 都在那个地方 断这个 无识无名的习气 他在那里 是等着 无名习气完全断了 他就究竟圆满了 那就叫妙旧了 妙旧就回长济光了 长济光是自信 圆满的回归自信 长济光不是精神 也不是物质 我们今天讲的说 自然现象 这个精神现象 物质现象 它统统都没有 它连自然现象也没有 所以这是我们 六根 六识都接触不到的 什么东西能接触到它呢 能够了解呢 六根的根性 这是佛讲的 见闻学知 你就能接到它 回归到 见闻学知 是什么人呢 法身菩萨了 我们现在知道了 原初著的菩萨 把七心动念放下了 就是根本无名破了 宁心见信 见信成佛 这个佛是真佛 不是假佛 假佛是什么呢 摄法界里面的佛 摄法界里有佛法界 那不是真的 为什么不是真的 他还是用八识 也就是说 他用的是妄性 他用的不是真性 跟我们一样 我们也是用八识 用八识 五识 一行错 四圣法界里面 身闻原觉菩萨 佛还是用八识 五识 一行错 他们用的真 我们用的拼 用的血 这是怎么回事 他们这四个阶层的人 完全是依照佛菩萨的教会 没有错用 所以他很像佛 这个摄法界里面佛 是相似佛 真相 金山讲的这个戒律 他全做到了 金山讲的这个道理的时候 他完全也表现出来了 不但他懂 他都能用在生活上 完全用在生活上 用在修学上 用在自行化他上 我们凡夫 不会感到 那是相似疾伏 我们都会把他当正佛看待 凡夫是在讲 把阿罗汉都当正佛看待 唱阿罗汉都成为活佛 心好啊 行为好啊 他的心就像佛 行为也像佛 可是佛法里 那真理还是讲境界 你还有分别 还有起心动念 这不行啊 佛决定没有起心动念 就发生菩萨 六根结束六成金结 不起心不动念 不起心不动念 他用什么呢 就是根中之心 楠眼睛上讲的 他看东西 是用 进信件 他听是用文信文 他用的是六根根信 不是六十 所以 令云一传到中国 一直到明朝 一般人遇到古大德的诸解 古大德的诸解 以常随为代表 宗天台的直观 也就是 依照天台直观 来修 楠眼睛上所说的 舍摩他三摩三摩地 这个这个 成定 成了 讲的 修的是修这个东西 这楠眼睛修行 宗志 教官大师 他老人家提出一个新的看法 论言会上 释迦牟尼佛教导我们 事实用根 那我们用天台直观呢 是错误的 用天台直观 还是用的是 还是用的把实 没有转过来 这个见解 正确吗 我们在 焦光大师 楠眼睛注解 他的注解名称叫 正末 楠眼正末 前面的虚文 我们看到了 这是虚文师的自己写的 他为什么要做这个注解 他把这个元旗 在虚文里头 写出来了 他念佛 求生 西方进度 寿命到了 阿弥陀佛来接引他了 他也非常欢喜 他跟阿弥陀佛说 他说他还有一桩事情 没做完成 什么事情 楠眼睛 传到中国来 一般注解上 都是有了误会 不是佛的 真谛意思 这佛教我们 谁是用梗 也就是 佛教我们用 见闻就知 不要我们用 受相信事 所以他想 在他想的时候 给楠眼睛做个注解 向阿弥陀佛请假 注解 住完之后 再去 再到基督师家去 阿弥陀佛就同意了 就走了 我相信 他这些话 不是骗人的 阿弥陀佛 所以楠眼睛到 这个明朝以后呢 这个 这个解释楠眼睛 那两派了 新派的 就是宗 这么 主张 谁是用根 旧派呢 就是用 宗 常水 用天台之观 来解释 这个楠眼睛 就有真理派了 于是我们就想得 觉悟了 是真的觉悟 禅宗里面讲 大车大悟 用自信里面的 智慧的相 离了之后呢 弥陀佛与阿列耶做主 那就 古宝就在世法界 世法界的千变万化了 就是 贤手大师 还原观上讲的 出身无尽 是僵尸法界的 出身无尽 那一阵法界呢 一阵法界 也是出身无尽 性质不一样 世法界里面 出身无尽 是从分别执者 变现出来的 人的妄想念头 没有执经 念念不一样 出身无尽 在世暴徒 就是我们讲 一阵法界 在长济光 也是出身无尽 那是信的 自然流露 这是什么 这就是感 是法界的众生有感 自信 自然有因 所以它是活的 所以它是活的 它不是死的 所以曾经有人问过我 这回到长济光去 那么什么都没有了吗 是的 什么都没有了 不但物质现象没有了 精神现象没有了 自然现象也没有了 可是它是活的 所以一切众生 就有感 这个一切众生里面 包括植物 包括矿物 那它还是众生 那众生的定义 是众缘活活而生起的现象 所有现象 全是众缘活活而生 没有众缘活活 那个现象怎么会生得起来 所以这个众生呢 包括动物 植物 矿物 自然现象 通通叫众生 这种众生范围可大了 这离就是行得 在中国 古生先先发现了 信得的核心是什么呢 给诸位说就是个孝子 父子有亲 亲爱 你看每一个宗教里头 核心的理念 都是爱 佛华讲慈悲 慈悲就是爱 佛为什么不说慈悲呢 世间人慈悲里头都有情在里头 情是烦恼 慈悲里头没有情 有智慧在里头 那我们可以这样说 佛家的慈悲是一样 理智的慈悲 世间人的慈悲是感情的慈悲 这就很分别了 感情的就叫爱 佛是佛话里头 给它这样分开 理智的就叫慈悲 所以慈悲就是理性的爱 它不是以感情做主 这是梗 佛家讲慈悲为本 方便为门 这是佛教 你看伊斯兰教 古兰经里头 每一段重要的经文前面一定有 真主安娜 确实是慈悲 仁慈的 这人是仁慈的 你讲得很好啊 真主确实是仁慈的 你看世界上拥有信徒最多的 基督教跟天主教 他们同用的经典是心就有 那圣经里面最重要的一句话 神爱是人 上帝爱是人 父子有亲 那个亲爱啊 这是信的了 自信里头本有的 而且是万德万行的根本 中国自古以来 圣贤教育就是从这个地方发明的 所以中国的教育是爱的教育 亲爱的教育 我们不能不知道啊 这个亲爱里头 如果是 不夹杂烦恼 就是佛菩萨的慈悲 不夹杂 妄想分别支出 这是法身菩萨了 究竟的佛菩萨 夹杂烦恼 妄想 这七心动力 没有分别支出 这是菩萨 如果说是 其心动力 分别支出 统统具足 那这就是六道万福 我们从这一段看出来 中国古人所讲的德木 完全是自信 都是从自信留出来的 根就是亲爱 那我能从这个地方建立 从父子有亲 然后才有夫妇有别 君臣有义 长有有序 朋友有信 信德了 违背信德 这叫逆 大逆不道啊 你违背了根本的信德 中国从根本性的 引申出来的 无常 仁义离智信 这仁义离智信 都是信德 都是信德 再延伸出来的 思维巴德 古生先生就把他讲圆满了 思维离义廉止 巴德 孝体中心 仁爱和平 中国 千万年来的老祖宗 世世代代相传 传什么 就传这些 古时候没有文字 在中国文字的开始 最早的应该是 福西世 华八卦 从这个地方来说呢 到今年 到现在的时候 有五千年的历史 福西之前 没文字 但是我们相信 福西之前 我们的老祖宗 至少我们也能够推到 一万年之前 的老祖宗 有智慧 这些信德的纲领 就传下来了 夫子说的好 他一生 恕而不作 幸而好 你说这个四科 这么简单 我相信 穿个十万年 都不会穿错 他不复杂吗 老祖宗 要求我们 要统统做到 要刻在脑子里面 那就是圣心 就是福心 表现在我们的言语 动作上 这是圣心 这是菩萨 这是菩萨了 佛知 佛见 佛得 佛行 学问的大根大本 德行的大根大本 没错 你今天不要了 不学了 不学问题出来了 社会乱了 地球 坏了 为什么我们 这个 造作 无逆食物 地球就变坏了 那你就晓得 整个宇宙 跟我们是一体 我们的念头不善 外面的感应 也就不善了 尽随心转 我们如何把三难化解呢 端正心念 在那就化解了 大臣经里都说得好啊 这个宇宙 一切为心造化 这个心造就是念头 一切法 从心向神 法不利心 心不利法 这个法 就是我们今天讲的现象 自然现象也好 精神现象也好 物质现象也好 都是从念头变现出来的 现在量子力学家肯定了 念不能不善了 念不能不回归自信了 佛陀教导众生 敬业三福 是总纲领 总原则 在佛家成为大总持法门 佛说得非常好啊 这三条 是三世祝福 敬业振因 你看这句话说的 多么肯定 三世祝福 是讲过去佛 现在佛 未来佛 凡夫修成佛 要从这里擦根 这是佛法的大根大本 佛在舍山业道里面说的很清楚 这个舍山 不但是成佛的根本 他讲 人天天法 乃至 身闻菩提 身闻菩提 你后面就全都出了问题了 你没有一样能成佛 就像盖房子一样 这大地基 你地基没有认真 没有做好的话 你盖房子 盖得越高越危险 肯定出问题 今夜三幅里面 你看第一幅里头 就把舍山讲到了 头一句 孝养父母 奉思思长 慈心不傻 修尸善业 这第一条 多重要啊 第一条没有 那就没有第二条 第二条是从第一条的基础里 伸出来的 第二条是什么 受持三规 居足重界 不犯为夷 现在这个第二条 我们在这一生当中 没有看到 想象自己也没做到 什么原因呢 第一条没做好 那第三条更不用想了 第三条是菩萨 发菩提心 身心因果 读诵大臣 劝尽心得 这个三条是三世 是祝福 今夜真因 究竟圆满的信德了 所以这是礼啊 那我们今天的造作 罪业 极腻于理 这叫无腻 事为 事为感 无间地狱 苦国之 不阴 你看这个无腻罪 国伯扎 是无间地狱 顾又名 无间夜 这是地狱 极重的罪业 我们 能不在意吗 我们能不在意吗 学佛如果把这个问题 疏忽了 我们能成就吗 这一段文里头 后面 引用的 由古来祖师大德 说过 佛说这两句话 因为这个罪比什么都重 佛不能不说 提醒大家 真正造作的 还能不能往生呢 悔过就能往生 你造极重罪业 你真正忏悔 真正回头是岸 行 这讲得通啊 你念头转变了 那我们明白这个道理了 今天地球上灾难这么多 甚至于走向世界末日 我们能不能就 只要我们真正回过 真地回头 中国古人所说的 浪子回头 经不换了 效果就出现了 地球上灾难就没有了 问题在 你肯不肯回头 回头不但救自己 救你家人 救了这个国家民族 也救了全世界 真正回头的人 他有真正表现 那就是 放下一切不让 这要真做到啊 什么是不善的 佛家这个标准 讲得很简单 杀身是不是 偷盗是不是 邪行是不是 妄语是不是 善 恋恋是不善 其余是不善 卧口是不善 贪嗔痴是不善 那么能放下 这一放下了 就是十善业了 不杀神 不偷盗 不邪业 十善业上加一个不 把它否定掉 就是善业 正回头 这些年来 我们劝大家一起 来学地质卫 学感应品 有很多人问我 为什么我们要学外道的东西 这个心不善 这个言语不善 为什么呢 你没把它搞清楚 你就称之作外道 所以这些学佛的人 对佛法懂得不多 他根本不懂 什么叫外道 佛经上讲的外道 这个意思 我们要知道 心外求乏 那叫外道 那我们是不是心外求乏呢 还是心外求乏 我们自己就是外道 你错了 那怎样才是不 不是外道呢 大臣教里面 你要肯定 承认 变伐界 虚空界 万事万无 跟我是一体 那就没有外了 跟我是一体 如是道 跟我是一家 我很具体的 跟他说 弟子归感应品 都是佛经 他感到很压抑 我说为什么呢 你看看 今夜三福第一句不说 校养父母 奉仕是长 校养父母 奉仕是怎么做法 弟子归就是做法 佛经上这两句话是刚 刚领 弟子归是西木 他是一还是二 没有弟子归 这两句话就落空了 所以 如是道是一家 雌性不杀 我们落实在感应片 道家的感应片 雌性不杀 是讲因果 这个无逆里头 特别是重视因果 无逆罪都是杀害罪 大臣经里头 把杀神摆在地上 极重的罪业 就是杀神 杀神的广义 包括的时候 伤害 极其轻微的伤害 都不可以 你还能做严重的吗 末后一句 修饰善业 所以我说第一句 第一条 这个四句 孝阳父母 奉死四章 雌性不杀 修饰善业 就是儒生道的三个梗 我们没有违背 释迦牟尼佛的教诲 乃至于 这个世界上 所有一切这些大的宗教 他们的今天 佛家讲的根本界 几乎通通都有 我们编了一个小册子 世界宗教是一家 诸位翻开来看看 你都看到啊 没有一个宗教 不讲校养父母 没有一个宗教 不讲 奉死四章的 这个雌性不杀 修饰善业 这个思想的时候 每一个宗教里都有 佛家将无解 不杀 不道 不淫 不妄语 这所有宗教都有 不淫酒 有一些宗教里都没有 啥道淫妄 全有啊 所以我们不能不知道 不能不认真去学习 消除对立的这种念头 啊 自性里头没有对立 自性里头没有矛盾 自性里面没有冲突 啊 我们平常这些习性都是违背了性里 啊 违背了自性 违背自性就是造物啊 随顺自性就是修善啊 全在日常生活 齐心动念之处啊 真正觉悟解脱了 永远脱离六道轮回 脱离舍法界 啊 脱离了烦恼吸气 如果是迷二不绝 戳不了六道轮回 这里就还有一个虚幻的现象 云云相报 没完没了 真找麻烦啊 你杀了他 他要报仇啊 他的怨恨没消掉啊 你夺了他的 灵力 他要讨回 杀人偿命 欠债还钱 世世代代 搞麻烦 啊 这一桩事情 在最近 这半个世纪 西方人呢 就很慎行的 催眠 啊 在催眠书里面 他回到过去时 啊 回到再过去时 把过去身中的一些恩怨呢 都说出来了 才晓得 现在这个人际关系里头 为什么这样这么多麻烦 啊 原因都找出来了 催眠在西方 证明 有轮回 有因果报应 这是真的 这不是假的 不是催眠人 编造出来的 他编不出这故事来 啊 我们在这个世界 跟我们认识的 跟我们有往来的 有关系的 无论这个关系 是善 是不善 啊 通通都跟 前身 前世 有关系 啊 没有关系 这一生当中 不认识 啊 就在一起 啊 同一个车 同一条船 都不认识 都不讲话的 啊 你遇到一个人 陌生人 给你点个头 或者瞪你一眼 前世都有因 如果没有因呢 不可能发生这个事情 啊 那是个因缘很拨的 啊 可能一生当中 就碰到一次 啊 这缘分很厚的呢 就变成一家人了 啊 变成你亲戚朋友了 啊 啊 佛告诉我们 人与人的缘分呢 四种缘 啊 报恩 报怨 讨债还债 啊 大神经里面 佛对这些事情 讲的很多 啊 帮助我们救 啊 在人生 在这一生当中 啊 要把过去深度的缘 不管是善缘 恶缘 都要把它划解开 啊 啊 记住 不跟任何人 借恶缘 啊 借善缘 不求报 啊 否则他来生 还来报恩 到你家来 啊 别人欠我的 原谅他 不要了 我欠别人的 应当要 尽心心力的 要还他 啊 把这个缘 了了 啊 要跟佛 借缘 特别要跟 阿弥陀佛 借缘 啊 这个语言 对我们是 决定有利益的 啊 阿弥陀佛 帮助我们一生 证得 究竟圆满的佛果 啊 这个是 其他法门里头 没有的 我们不能 不知道啊 啊 所以这一句里面 含语就非常 非常之深了 啊 吴尼 感 吴尽 地狱 苦苦 所以叫吴尽 也 二是 世王 问吴尼金 啊 这是佛经上说的 约 有吴尼罪 若足性子 足性女 为此 无不就罪的 逼入地狱 不宜 那这真的不是假的 啊 你造这个罪业 它 罪业是你自己 夜报 显出来的 与严陆王不相关呢 与上帝也不相关 与佛菩萨更不相关 确实自作自受啊 民国初年 张太炎居士 他也是个虔诚的佛教徒 我初学佛的时候 认识他老人家的女婿 他说他这个老幼障的故事 他讲给我们听 朱金州老先生 我们认识他的时候 我那个时候26岁 朱老先生 69岁 他大我39岁 他告诉我 这他的老幼障 有一年 他遇到一桩不奇怪的事情 每一天晚上 有两个小鬼 抬了个轿子 拿了一张请帖 上面写的是他的名字 就请他上轿 他看看这个请帖 东幼大帝 发给他的 他乘坐这个轿子 感觉到这个轿子 不是在抬着走 好像在空中飞行一样的 不多议会到了 见到东幼大帝了 东幼大帝请他帮忙 他的判官了 是出差还是怎么样 这个不能逝世 就是不能上班 请他帮个忙 时间也不是太长 好像是一个多月 请他带领 判官的这个工作 判官是什么地位呢 相当我们现在人所说的 秘书长 所以这地位很高 中幼大帝的秘书长 他也就答应了 所以从这天开始 每天晚上就小鬼抬轿子 送他上班 第二天早晨了就把他送回来 他白天也要上班工作 晚上又不得休息 确实人很辛苦 日夜都在处理工物 这有一天 他心血来潮 用黄纸写个勤甲蛋 看看有没有效果 他下午在门口把这个勤甲蛋烧掉了 果然那天晚上小鬼就没有来 他就准了他一天假 那么他就常常讲 这个晚上上班的情形 鬼道里面生活状况 大概跟人间大致差不多 只是鬼道里头昏天暗地 就是好像是浓云密布 从来看不到阳光 日月星都看不到 生活跟人间相放弧 那么有一天呢 他想到一段事情 这个地狱的刑罚泡落 东游大帝管了 管这些地狱 但是这个刑罚太残酷了 不人道 为了人道 应当把这种残酷的刑罚废除 东游大帝也没说话 就派了两个小鬼 就叫这个张太元先生 你去看一看 你先去看一看 这两个小鬼就带着去看 走了一段程 可能说这个一段路 小鬼就告诉他 他这个泡落就在眼前 他看不到 所以他忽然明白了 佛经上所讲的 一切违心造 所谓地狱 所谓种种刑罚 都是你自己 不善念头变现出来的 跟东游大帝无关 所以这才明白了 那天堂也是如此 再告诉你 极乐世界也不例外 是我们心已经变成阿弥陀佛了 愿变成阿弥陀佛了 是我们自信变的 中风禅师三十七年里面 开示讲得很清楚 唯心净土 自信迷陀阿弥陀就是我心 我心就是迷陀阿弥陀就是此方 此方就是净土阿弥陀佛了 全是自己善不善念头所变现的 这哪能怪人呢 我们现前人间的状态 我们是生活是好还是不好 全是自己业力现的 跟谁都没有关系 明白这个道理 这佛法不能不学 不学你真的是迷惑电头 你一无所知 你生活在你妄想当中 那就很苦了 明白之后呢 我把妄想全放下了 我就自在了 善我通通放下了 好不好 也不错 你到无想天去了 出不了六大轮回 佛教给我们 我应该要断 不着断我的想 这一招厉害 善要修 不着修善的想 要学佛菩萨硬化在世间 做而无作 无作而作 这佛菩萨这个心态啊 这是什么呢 这是自性里面的慈悲流露 为什么要断屋 为什么要修善 做个众生看呢 就像舞台表演一样啊 我是在教化众生的了 可不能着相啊 一着相 你就堕落了 你就变成真的了 假戏真也了 所以佛菩萨住在这个世间 叫游戏神通嘛 那你假戏真也 那你已经堕到六道去了 你已经堕落了 不能堕落 就是 不着相 精干精上 所说的 断我修善 天天断我修善 无我相 无人相 无众生相 无受者相 这是菩萨了 如果能够做到 无我见 无人见 无众生见 无受者见 你是法身菩萨 那境界就高了 菩萨不着相 发生的念 发生的念头都没有啊 如如不动啊 他做的那么逼真 表演的那么好 随这个世界 无论从哪一方面 你去观察去体会 都不可思议 佛法不可思议 事法也不可思议 事法跟佛法不二 菩萨就叫佛法 迷了就叫实法 迷无本 大臣经教 讲得很透彻 讲得很细致 我们应当细心去体会 要从真诚恭敬里面 你是求得 这一点在现前 非常非常困难 就是现在缺乏的 真诚的恭敬 即使诸佛菩萨 来给我们讲经教学 我们所得的都很有信 什么原因 应光大臣讲得好 一分沉浸得一分利益 十分沉浸得十分利益 你有几分沉浸 你就得几分利益 你没有沉浸 你什么利益都得不到 你所得到的 听得很多 很勤奋地来学习 你所得到的全部是常识 现在的这个 好的名词叫佛修 你不是学佛 你跟佛菩萨不一样 不像 学佛要学得很像才行 真像个佛菩萨了 你学你做的不像 齐心动念 还没有把自私自利放下 难了 真难了 但是 只要你能够齐而不学 你会有进步 开头 进步很慢 为什么呢 这个 这个关口 很不容易突破 突破之后 进步就快了 像激活上所说的 加速度 有问题 真的明白了吗 明白了 才真坑放下 明白什么 真的明白万法皆空 真的明白 一切法无所有 毕竟空不够得 你真的明白了 精干经上所讲 凡所有想 皆是虚妄 包括时报专业图 只有 长济光是真的 因为长济光没有想 长济光是个离体 无处不在 无始不在 因为我们 见闻觉知 已经变成了 受象形式 所以 见不到长济光 主案是 陈志 就见到了 见到长济光 就见信了 我们一般讲 见信 明心见信 见信臣服 那是真的 那不是假的 下面 要见着看 阿瑟师王问五逆经 云何为五 这五逆啊 为什么 说五呢 第一个 撒夫 撒母 害阿罗汉 害阿罗汉 斗乱身重 其华 其华 云如来 所 这次 阿罗汉 父母所生 父母所养你的 这个恩跟天地相同 天高地厚 人不能孝顺父母 杀害父母 知道得了吗 孝顺父母 第一德 第一山 杀害父母 这是第一罪 第一个大逆 彼得阿比利 现在没人讲啊 很多为人子女 不知道啊 这个社会 不孝的人多啊 孝顺的人很少啊 往后呢 往后会更多 越来越多 为什么呢 我们想想 今天有几个人在这个世界 不识恩德 这个孝子先生都是来报恩的吧 那这是有孝敬嘛 还债的 他供养你 物质供养很好 对你没有孝敬心 那是还债的 那个他不害你 但是他可能他瞧不起你 但是他会养你 那个抱怨的也很麻烦了 抱怨的真的在杀害你啊 你跟他过去 你过去是杀他了 他今天来杀你啊 那会越来越多 让我们想一想 现在许许多多妇女堕胎 尤其是未婚的女孩子去堕胎 堕胎什么 杀你的儿子 你的儿子会记恨的 他将来会杀你啊 你结婚再投胎到你家出儿女 那他是一过去 你被你杀掉的 现在又回来了 他会用什么手段对你 你很喜欢养他 养大之后 他就来问你逃命了 你说这还得了吗 这孕孕相报啊 没办法 怀孕这个小孩子 如果是报恩的 你把他杀掉了 恩将仇报 这跟恩变成仇了 他如果是来报怨的 你把他杀掉了 怨上加怨 这得了 不得了啊 他是讨债的 你再把他杀掉 不但欠的债 还欠的令 这个事情 讲不完了 细心 冷静去观察 今天社会 为什么变成这个样子 你想想看 现在人 齐心动念 想的是什么 说的是什么 造的是什么 你全明白了 我们一生 寄遇 无非是 业感而已 我们过去造的业 现在所造的业 感到的果报啊 与任何一个人都没关系 完全是自主自首啊 今天你有父母 你能够进小道 不但你随身信得了 而且你的表现会影响别人 那就是你的教化众生 自行化他了 给社会大众做好榜样 给社会大众 这里头有部分人 违背了信得的人 让他看到 让他听到 慢慢感化他 帮助他觉悟 帮助他回头 无量无边的功德了 大臣经上 我们常常读到 师尊告诉我们 一切众生 本来是佛 这句话是真的 一点不加 在中国 我们的老祖宗告诉我们 人心本善 看三次经上一开头 人之处 心本善 跟佛讲的 是一个道理 人 是教得好的 身形 教出来的 佛菩萨 教出来的 在中国古代社会 我们在典籍里面看到 家教 父母教 尤其是母亲 长辈 教 灵力相当 都教 都会给底下一代人 做好往样 社会教 国家教 所以 圣贤君子 多 才有 大同之之 黎韵 大同篇里面 所说的 博士理想 在中国实现过 什么时候实现的 经书里面记载的 遥瞬语 三代 鱼 成为一个 他的儿子 儿子是 真真实行人 得到人民的拥护 人民的爱戴 行事所取 可是 王旗之后 中国就变成家天下了 这不是 鱼的意思 所以 王旗之后 在中国叫 小康之子 三代 下上周 都是传个儿子 可是 他们对于 集成人 那种教育 我们现在可以说是 达到 真正的圆满 培养 国家的 集成人 自己来培养 以前 以前是 放行 到外面去找 找闲 找圣贤人 圣贤人 不一定 能找得到 王旗之后 开始 培养 圣贤人 圣贤的 接班人 不是没有道理 你要是完全 完全讲 那是私心的话 这个有点是 侮辱别人 你不了解 新人越来越少了 培养 周家的 底级 这个点级 非常完备 现在 司库里面 都收着有 我们看看周朝 他怎样培养 下一代 接班人 成为 圣贤 五王死的时候 儿子 只有十岁 有人说十三岁 也有人说十岁 三个老师 少公 做太保 周公 做太父 江太公 做太子 这什么 这三个老师 来教导 下面这个班子 主要是 教太子 当然太子 还有陪读 那些文武大臣 里面 优秀的子弟 找来陪读 就是下头一个朝廷 底下一个朝廷 接班人 太保管什么呢 我们今天的这个说法 是管体育 教你说 养生之道 你的生活 你的生活 体育 太保管这个 太父呢 管德行 品德的修养 教你这些 教你这些 人意道德 无能无常 思维 巴德 他管的 太父 太思 教你学术 精读 精实 智国平天下的 这些道理 方法 古人的这些经验 太思观 三个老师 三个老师之外 还有三个教练 老师教你 你是不是真干呢 另外有三个老师的时候 跟你生活在一起 要把老师教的 统统做到 我叫他三个教练 这三个教练 名称 少保 少妇 少司 这三个是 跟这个太子 生活在一起的 主要就是说 老师所教的东西的时候 你是不是真做到了 这样培养啊 我们古人所讲的 人的习信 尽读者赤 尽默者黑 让这个小孩 未成年将来的这个帝王 他所看到的 所听到的 所接触到的 全是正人君子 所有一切不善 都不让他看见 用这种方法 来培养 神仙君子 你看看 古人的用心 我们不能不佩服 那国家 最有德行的人 最有学问的人 请他来做老师 稍微年轻一点 也是有德行 有学问的 做少师 跟他生活在一起 帮助他了 要把老师所教的 要讲清楚 讲明白 有疑问的时候 他们都来解释 一定要做到 落实在日常生活 圣贤是培养出来的 那么国家 国籍的干部 是从家学里面 挑选出来的 用什么方法 考试制度 这个考试制度 在中国要非常非常之 久远 谣顺时候 就采取这个方法 听其言 观其心 不是随便宣霸的 横细心 横负责任 来宣霸 到汉武帝 这才正式制定的制度 宣霸的标准 两个字 孝林 孝清跟尊师 是合在一起的 对父母能孝顺 对尊长能够敬重 第二个条件就是 连结 不贪污 你看用这个 孝 一定对国家敬重 对人民负责 连结 不贪污 这个制度 一直到满清 你看 改朝换代 多少次 汉武帝 这个制度 没有人改变 都遵守 可见这是个好制度 非常可惜 到了民国 这个制度就废止了 就没有了 不再用这个 现在社会乱了 那么今天 整个世界都乱了 也有人问我 怎么办 怎么救我 如果消极的来说呢 那就是我们李老师的话 李炳南老就是 他老人家是97岁往生的 往生的前一天下午 跟身边的几个同学们说 世界乱了 佛菩萨神仙下凡都救不了 你们只有一条生路 念佛求生净土 这是李老师最后的一言 劝我们念佛求生净土 我说李老师说的一句话是消极 正确 一点都不假 真实地知道 积极呢 短卧休闲 老师念佛 老师念佛 独自己 也独别人 一定要给社会大众 做最好的榜样 这个很重要啊 最好的榜样是什么呢 就是把五能 五常四维八德 做出来 从哪里下手呢 从弟子归 感应片 十三页 就能够把中国古神仙仙的教会 能长四维八德就做出来了 要真干了 真正发这种心去做的人 这人是菩萨 在儒家讲 这个人是神仙 从前读书 劣志就是习圣习贤 我希望做圣人 希望做仙人 读书志在神仙 以后慢慢有变质 变质 读书志在 功名 富贵 这个在历代 不少 圣贤有 不多 世世代代 在中国都有圣贤 但是大多数人 已经 把这个读书为求取公民 求取富贵的一种手段了 但是他们书念的不错 虽然用这个取富贵 他做的一些事情 还真的是利过利民 还算不错 如果要倒聊 这些做官的人 这些做官的人 只是搞自私自利 不顾人民的死和 这一个朝廷 就会亡苦 改朝换代 都是这个原因 末代 末代的帝王 末代的这些官吏 只知道自私自利 不知道民间几苦 他就会被别人去而代之了 那么那是开国的帝王 他总希望 这个国家 能够永远地 集成下去 所以没有一个不重视教育 那末代皇帝 我们也想到 一定是抱怨来的 一定是讨债来的 那肯定的 这从因果上讲 你才能看得清楚 所以人做人 心不能不证 银行不能不证 大圣 真正的大圣 我们看 中国外国 他们一生 几乎都是从事于 真正的神仙事业 教学 孔孟教学 释迦牟尼佛教学 摩西耶稣教学 而且是义务的教学 所以教学 古今中外 都认为 都认为这是神圣的事业 这不是普通的行业 神圣的事业 教学的人一生 物质生活 一定非常清淡 因为 他不从事于 盈利事业 古义务的事业 古书教学 没有收修费 老师生活怎么办 学生 家长 供养 没有限制 富贵人家的子弟 逢年过今 多送一点礼物 给老师 家庭清寒 很清苦的 小孩读书 做得很好 很有功的 甚至 老师还要帮助 学生 家庭生活 所以中国自古以来 老师虽然很清寒 就穷秀才 但是 在社会上 是非常受人尊敬的 换句话说 他有精神生活 物质生活很贫乏 精神生活 那是很丰盛的 社会大众的赞叹 尊重 在第二个行业 就是医生 这两个行业 在古时候 是社会大众尊重 医生治病 救人 也是不要钱的 医药费花了多少 病治好了 再说 治病期间 决定不收医药费 救人低了 所以这年中人 在中国社会 是备受尊重 就是一个是教书的 一个是医生 现在都不行了 变质了 现在教书的 听说 老师上课的时候 教的课程 教一半 另外一半 要上他的补习班 要交费 这个教育变成商人 老师变成商人 医生呢 也要谈价钱 不给钱 不治病 也要多商人 从前有四农工商 现在全部都变成商人 社会也变了 整个地球 是个商业化的地球 无论什么人 都在经商 无论哪一行 都是商业 商人之鼻增 这是利 孟子就说得很好 孟子见梁慧王 给梁慧王提到 他说了一句名言 上下交真利 其国为一 你这个国家 从上到下 通通都真利 知道得了吗 这个国家就到 唯一王的时候 怎么就呢 回过头来 行人 行义 那就是 要把教育 摆在地上 这个教育 是伦理的教育 道德的教育 英国的教育 那么就用中国人 所讲的宗教的教育 中国自古以来 宗教就是三家了 如是道三家了 宗教这两个字 怎么讲法 要搞清楚 宗的意思很多 最重要的 三个意思 主要的 重要的 尊重的 于 这个教 教师 教育 教学 教化 宗教联起来 那就是 主要的教育 重要的教学 尊重的教化 中国古圣先贤 所说的 宗教 宗教是教育 不是迷信 如是道 在中国传统上 也称为三家 也称为三教 所以三教就流 他是教育 他是修派 可是现在呢 现在也变质了 这都是很不正常的形象 那么就要帮助今天这个社会 英国 大乘佛法 都是中国的 孔蒙修 说是什么呢 大乘佛法 是什么呢 他没说 所以别人听他这个话 也就不在意了 一般人提到孔蒙修 说 你就会想到 四处五经十三经 提到大乘佛法 你会想到 华言 薄弱 法华 这些大经大乱 这个东西 有不少人看 能就得了 现在的社会吗 一看这些东西 觉得太多 太杂 从哪里下手啊 所以我们从如是道的三个 跟一下手 跟是火的 一提起大家所想的 那都是如是道的花果 很好看 他从哪来的 他有根 他从根生的 如的根 底子鬼 道的根 感应品 佛的根 十三叶道 没人想过 提起来 那是教小孩的 那东西管用吗 我们提倡 也有人怀疑 怀疑的很多 大家对中国传统话 丧失信心 这才是真正危机 那要让这些人相信 没有别的办法 只有做出来给他看 做实验 给他看 所以我们在汤匙小镇 做了三年实验 是联合过 比出来的 那也很好 为什么呢 不这么做的话 我们自己讲的时候 还是有点怀疑 行吗 信心里的 还是不免得怀疑 这一试验呢 这信心就肯定了 一点疑惑都没有 真心 可是 还是要把如根 佛 宗刚 照出来呀 问题就是 我们如是存的什么心 佛是存的什么心 这个重要 那孔孟修说是什么 儒家典籍里面说 孔月成人 孔月取义 仁义 仁义两个字 代表如家 仁者爱人 就是情爱 义者寻礼 就是讲道理 人可不能不讲道理 或情 或情 或离 或罚 就叫义 秦离罚的标准 都要用 我们传统的 信德 也就是说 我们讲标准的话 把它汇 汇集起来 十二个字 孝体忠信 离义廉耻 仁爱和平 这十二个字 是标准 仁义的 义的标准 是义讲道理 跟这个相应的 就对了 跟这个不相应的 那就是此地讲的 违逆 你违背了道义 能语上父子说的 学生说的 父子之道无他了 忠书而已 我们就提了忠书 忠是真心 你看那个字的形象 那是智慧 慧义的字 心 心是忠 摆在忠 不批 不洗 这叫忠 忠心是真心 我们凡夫心偏了 邪了 偏了 是四圣法界 邪了 是六道轮回 邪比偏还严重 不偏不邪 舍报装严徒 四也为发生打死 那是忠 术是什么 联名一切众生 特别是今天的社会 我们 前一百年 我是看 曾国藩先生的 这些著作 从他那个年代算起 他那个时代 是慈禧太后之阵 问题已经重生了 已经出现了 也就是我们中国人所说的 君不君 臣不臣 富不富 子不子 他就深深有这种感触 我们伦理道德的时候 有名无事了 这前一百年 收获了 后一百年 满清亡了之后 到今天 不是收获了 不要了 把他抛弃掉了 那两百年 造成今天社会的结果 这果报呈现出来 这问题多严重 所以 我一腻的 这个罪悟 太普遍了 那怎么办呢 要饶恕他 别追究了 为什么 没人教他嘛 我们这部金山讲得好 佛说得好 心人无知 不识道德 无有余者 书无怪言 这就是书啊 不要再追究了 怎么样救他呢 从今天起 我们来把伦理道德 因苦跟宗教教育 恢复起来 大家一起来学 既往 不管犯什么罪过 一概不救了 用忠书 你才能救得了 这个社会 大家一起来 学了你道德 除这个办法之外 没有第二个办法 大臣存的是什么心 真诚慈悲 真诚就是忠的意思 慈悲就是书的意思 这是我解读 这种教育 必须要建立一个示范点 能够有一个县 这个县做一个特区 传统文化特区 做这么一个实验点 在这个里头做 就像周嘉一 培养帝王 这里头有太师太富太保 有少师少妇少保 搞一个县来做事业 有老师有教练 帮助这个做出一个典型 把他统统落实做出来 让大家来看看 好不好 好 我们都这样学法 好不好 再推广 那么用现在的高科技 这些卫星电视来宣扬 不便宣扬 让全世界都能看到 全世界的人都会到 这个地方的参观 来学习 来考察 来学习 慢慢的时候 就会影响到整个世界 如果没有这些 这个电视网络 这些工具的话 那就是没办法 一点办法都没有了 现在幸亏有这种发明 要搞一个示范的一个点 一个小县 县市的话的时候 把这个小县市 24小时 人民的生活 这边的教训 他们的活动播出去 让全世界都看到 无意常不是一个好方法 那么现在我们也得到一部好书 唐太宗变的 争观知智 怎么样成就的 就靠这一本书 叫群书之遥 我们现在第一版 想印一万套 印一万套 来帮助我们自己国家 也帮助全世界 我们一起来学习 这里的学习 很详细的 中国列代 古生献献 他们怎样支家 怎样修身 怎样支家 怎样支国 怎样天下得到公平 这个平天下 是叫天下都得到公平 我们现在讲的 平等对待 活目相处 就是中国人 古人 平天下的这个理念 平等对待 活目相处 今天时间到了 我们就讲到此地